我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境下和宋时宇重逢,他被众星捧月围在中央,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作为商界新贵接受记者采访。 谈吐得体,优雅金贵,清冷的毛子微垂,透出上位者自带的压迫感。 而我站在台下距离他不到两米的位置拿着话筒,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 念念,你在室内戴鸭舌帽干嘛?遇到前任了,闺蜜陆可出声调侃,我连忙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其实陆可的声音在嘈杂的环境中并不突出,可宋时宇曾经独自在黑暗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听力比常人敏锐得多。 所以,我以前总喜欢趴在他耳边说骚话,看着飞红从少年的耳垂蔓延到锁骨。 欣赏他修得指尖发颤,却因为眼不能事物而无路可逃的模样。 少年好听的嗓音染上一丝低哑,性感的喉结上下滚动,无法聚焦的眼神含着无助,一开口变钩的人心痒。 别,别这样,我蹭着他淡粉色的唇绊,把人一点点逼到墙角。 看着他明明想要推开我,却苦于找不准位置,偶尔双手推到了不该碰的部位,像个受惊的兔子。 眼见把人欺负得过了头。 我低声又哄道,叫声,姐姐就放过你。 如今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恨不得穿回去给色迷心窍的自己两拳。 宋总,您这次为残疾人群体做慈善。 是不是和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失明经历有关? 那段时间您是否遭遇过歧视和欺凌? 另一个记者用手肘对了对正在提问的新人记者,依照宋总的手段和脾性,谁能欺负得了他? 台上的宋十语声线低沉冷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有过,被欺负得很惨,记者吃了一惊,像挖到大料,一样兴奋追问。 那么已经过去七年了,您如今是否释怀了呢? 如果您再见到当初欺负你的人,会怎么做? 宋十语姬不可查勾了勾唇,妈撒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也许是错觉,我总感觉她的眼神似有弱无落在了我的方向。 七年吗? 我只记得两千六百五十六天,那些痛苦,必须让她万倍偿还,室内暖气开得很足,我却凭空打了个寒战。 怪不得网友都说不要在路边捡男人,轻则礼,重则负。 早知如此,当初就该把流落街头的宋十语送到派出所,而不是被她美貌迷惑,鬼使神差,把人带回了家。 记者也感受到了气氛不对劲,插科打混,宋总说笑了,然后迅速切了个新话题。 宋十语是不是把我认出来了? 采访结束后,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安慰自己。 别说宋十语当年是个瞎子,压根看不见我。 就算是普通人,也不见得能记住自己七年前见过的人。 想到这,我长舒一口气。 陈小姐,等一下,电梯门外,宋十语的助理小李朝,我挥了挥手。 我微笑点头,疯狂按让电梯关上的按钮。 电梯门即将合上的那一刻,还没来得及庆幸,两扇门之间的细缝突然伸进一双冷白修长的手。 要不是宋十语那张连长的实在漂亮的不像话,我还以为自己误入丧尸片了。 不过,比起宋十语,我宁愿和我一起坐电梯的是个丧尸。 陈小姐,你,小李不解地看着我。 不好意思,按错了,我低下头,捏着腔吊学我爸抽烟抽多了之后的音色。 好在宋十语没怎么在意,静止走进来。 她的官方身高是187,肩宽腰细腿长,标准模特身材,让人禁不住想多看两眼。 但我忍住了,站在离她最远的对角,拇指轻轻抹撒着手腕的疤痕。 这是我紧张时的小动作。 同时心里默默祈祷宋十语不要再长了,毕竟188,听起来不太吉利,电梯从33楼缓缓下降。 随着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和宋十语之间的距离被迫缩小。 前面的男生一直后退,马上快要踩到我时,宋十语长腿, 一脉不着痕迹地挡在我身前。 一时间,我分不清她是特地帮我,还是站得累了想活动活动,按照她的性格,应该是后者。 狭窄的密闭空间,我无处可去,几乎和宋十语贴在一起。 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浅淡的,令人心安的香味,瞬间勾起了一些难以启齿的身体记忆。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宋十语不爱喷香水,却身怀体香。 七年前,心烦意乱时,我最喜欢搞突然袭击,趁宋十语不注意,猛地把她扑到沙发上,埋进颈窝,秀来秀去。 偶尔闹得过火,为了安抚我,宋十语只能摸黑,一点点撩开上衣,露出尽瘦的腰线和腹肌,耳垂红的仿佛要低血,还不忘用低哑的声音提醒。 姐姐,只能摸五秒,让人血脉喷张的线条,柔软富有弹性的手感,灼热的温度。 和眼前这个高冷禁欲,巨人千里之外的宋十语逐渐重合。 我摇了摇头,试图甩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心跳却越来越快。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四处瞭望,看到了电梯内置广告牌上娱乐卷长红小花苏婷婷的照片。 苏家和宋家是世交,苏婷婷从小就和宋十语定了娃娃亲。 宋十语在圈内出了名的不敬女色,和我同住那段时间,更是冷淡的仿佛随时可以替发出家。 曾经有个女星只是在酒局上装醉倒在了她身上,第二天就被软风杀了。 可她却有多次被拍到和苏婷婷同框。 不久前,宋十语常年戴在无名纸上的廉价铁环戒指在网上爆火。 全网纷纷猜测戒指背后藏着的女孩是谁。 苏婷婷迅速在微博上发了款式相似的老土手链,登上热搜,引起科CP狂潮。 但那个戒指像极了我之前玩街边小游戏迎来的讲题。 因为造型太丑,拿回家后,我随手丢给了宋十语做礼物。 他一直把这个戴在身上,大概是为了日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当年所受的屈辱。 足足七年了,什么深仇大恨不能消你。 我以为陈年往事早已翻篇,才大着胆子回国。 没想到宋十语记仇到如今。 陈记者,下电梯后,我刚走没两步,身后传来宋十语的声音。 宋十语,当着来来往往众多同行的面,我硬着头皮站定,把声音调整到最粗犷的状态。 宋十语朝我走来,似周旗刷刷,投过来好奇的眼神。 我听小李说,你在国外读的朔博,上个月刚回国工作,是,宋总有事吗? 我只想快点结束对话。 陈记者,欢迎来到我们公司,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宋十语伸出手,我刚想抬手去握,忽然想到手腕上的疤。 宋十语虽然眼睛看不到,但他一定知道那个疤痕的存在。 我后退一步,把手背到身后,脑子飞快运转。 随意寻了个借口,宋总,不好意思,我手受伤了,涂了药,还没干,男人好看得眉头微醋。 陈记者,你怕我,没有,怎么会,您这么慈祥,啊不是。 平易近人 我故作轻松笑了两声,实际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七年前的我绝对不会想到,那个看起来漂亮的,像洋娃娃一样软软糯糯,任人摆布的小瞎子。 会在七年后的今天,气场强大到让人不敢直视。 还是说,陈记者这个称呼太过生疏,是不是叫姐姐会熟悉一点? 宋十语压低声音,狭长的毛子直勾勾盯着我,像伺机已久的孤狼终于锁定了猎物,眼睛直冒绿光。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凝住了,半嗓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虚长宋总几岁,若宋总不嫌弃,叫姐姐也无妨,我女朋友还等着我回家喂孩子,失陪了。 俗话说,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我拼命吻下心绪,尽量表现得镇静。 语气,语调,微笑弧度全都天衣无缝,可唯独忘了隐藏自己的原始嗓音。 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宋十语深邃的眼眸已经一点点变得晦暗不明,像是能把人看穿。 少年一贯清冷的声线,经过时间浸润,多了几分雌性和威压,向前微微俯身时,和尔蒙扑面而来,让人避无可避。 陈念,耍我好玩吗?宋总,我不懂您在说什么,先离开了,短短几秒,我已经在脑子里迅速规划好了逃跑路线,偏偏准备卖腿低血糖饭了。 身体即将下坠的前一秒,被人拦腰抱住。 光线忽暗忽明,我隐约看到刚刚还满是压迫感的宋十语红了眼眶。 板正的西装也被我抓乱,趁衣扣子崩开,露出锁骨上的小致,说不出的性感。 也许是幻觉,我听到宋十语在耳边一声又一声喊着姐姐,语气急切中带着心疼。 我说不出话,眼前发黑,强撑着精神点了点自己的嘴巴,示意她给我找点东西吃。 但宋十语愣了一瞬,竟然缓缓俯下身子,我瞬间瞪大眼睛,用尽全身力气想要起身。 结果彻底昏了过去。 等我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床上。 旁边的护士柔声道,陈小姐,你醒了,再稍等一会,葡萄糖点滴马上就打完。 我道了声谢,脑子闪现初婚道前的画面,忍不住抿了民有些干涸的嘴唇。 宋十语最终,到底有没有碰到,就算是我表达不清,他会错了意。 可他明明有喜欢的人,这种无理要求,干嘛这么听话? 那我让他放过我,再给我一个亿,他听不听。 陈小姐,护士鬼鬼祟祟看了看四周,凑到我跟前,压低声音,你和宋总是不是,护士羞涩地竖起两根,食指交缠在一起转圈圈,一脸以母笑。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离谱的错觉,连忙挥手,我和宋十语不熟,而且他和苏婷婷不是有婚约吗? 小护士,一副我就静静看着你编的表情。 宝子,你误会他俩了,刚出生时,长辈开得玩笑话,又不作数,倒是你啊。 陈小姐,你没看见,把你送过来的时候,宋总整个眼睛都是红的,死死握着你的手,整个人都快碎掉了,不管我们怎么劝都不撒开,我这个破看闻的闻着胃就来了。 幸好最后诊断出来,只是低血糖加轻微,营养不良,不然我都怀疑宋总下,一秒就要对我们说,治不好他,你们医院全都陪葬。 这个护士,小姐姐,是吃了多少本霸道总裁文,你误会了,我看着护士给我拔针,愤愤开口,他这个人,牙字必爆,凶狠至极,现在应该在想怎么报复我才好。 磕磕,小护士突然咳嗽两声,朝我几眉弄眼。 我这才注意到,宋时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门口,他换了身衣服,黑色冲锋衣的领口拉高遮到下巴,眼尾微红,气质依旧冷淡,只是多了几分少年气,单单是站在那,就是入化的意境。 小护士,小护士娇羞一笑,飞快溜走了,这是什么,我指了指宋时宇手里拎着的保温筒,安慰自己,他说不定刚来,并没有听到我的话。 宋时宇脱了外套走进来,答道,牙字必爆,凶狠至极的恶人做的饭,我,悬着的心终于吊死了。 宋时宇把饭盒打开,端出里面的菜摆在我面前临时架起的小桌上,糖醋排骨,猪蹄炸鸡,五股鸡爪,各个香味扑鼻,都是我爱吃的。 但看到这些,我忽然想起以前学习任务中,没时间做饭,只能天天点外卖。 家里多了个小瞎子之后,本就可怜的小金库更是不堪重负。 于是我已会做饭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嫁妆为借口,把宋时宇赶进厨房,逼一个盲人生火做饭。 硬生生练就了他一手好厨艺。 陆可知道这件事后,连着发了四五条语音,活爹,你是不是忘了人家是盲人? 你就不怕他以后翻身了报复你? 你说你平时耸抱一个,怎么对那个小瞎子就这么硬气? 我若若回复,可是他做饭真的很好吃,吃吧,活爹,你就吃吧,谁能吃得过你啊? 这么想起来,宋时宇恨我,想让我付出代价,也并非全部都是他的问题。 其实我也有那么一丢丢做得不对的地方。 国外待久了,不会用筷子了吗? 我正搭拉着脑袋自我检讨,宋时宇抬起手想要摸我的头发,我下意识侧身闪了过去。 姐姐,你就那么不想我碰你,你明明之前不是这样的,男人的手停在半空,低雅的嗓音中含着一丝说不出来,委屈感。 我有些茫然,不是说要让我万倍承受他的痛苦吗? 那宋时宇现在是在做什么? 撒娇? 还是说,这是什么心形整人手段? 我明白了,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这句话免礼藏针,以退为进,其实是在暗戳戳控诉我那些年对他的禽兽行径。 经商的人,演技就是好,脑袋也灵光,骂人都骂得这么含蓄好听。 好险,要是阅读理解能力弱一点,我差点就以为他是因为我疏远他而伤心。 宋时宇,你到底怎么认出我的?你明明从来没见过我。 我曾经想过回国后以宋时宇多致进腰的性格,也许有一天会把我认出来,但从没想过会第一次见面就掉马。 反正横竖也瞒不住了,我想死个明白,嗓音相近的人这么多,手腕有疤痕的更是不计其数,再加上七年的时间足以模糊一个人的记忆。 我不信他能仅凭这些就跳过怀疑阶段,如此确定我的身份。 姐姐,如果你每天都重复地想着同一个人,心心念念了七年,甚至梦里都是他,当有一天那个人真的站在你面前时,你会认不出吗? 宋时宇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同人极黑,不含一丝杂质,明明是极具冷感的眼形,此时却情绪翻涌,泛红的眼眶像是哭过,让人忍不住怜惜。 和他平日出现在媒体面前高冷静欲的形象严重不符,反而像个淋雨后,渴望主人拥抱的漂亮小狗。 我忽然理解小护士之前说的他看上去快碎了,一时不能确定宋时宇的真实目的,脑子乱作一锅粥,我干脆低下头专心扒拉饭菜。 一开始,我还有些担心宋时宇会不会在菜里做手脚。 以他的权势和手段,我丝毫不怀疑,可能陆可孙子都结婚了,我还在河里没捞上来。 结果吃了几口后,压根停不下来,一口气直接把所有菜盘扫当一空。 德国留学七年,日日都是面包土豆,课业还贼难,舌头碰到排骨的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了。 吃完最后一粒米饭,我噎住了,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杯,连着灌了三大口才意识到这个杯子是宋时宇的。 杯口已经被我弄得油腻腻的。 送你了,男人淡淡开口。 宋时宇有洁癖,向来讨厌和其他人尤其是异性共用物品。 我好像又把这人得罪了,对不起,我,那个,不是故意的,本来我想说可以陪他一个,看到杯子的品牌后又默默闭上了嘴。 目光从杯口的水痕挪到宋时宇脸上,一点点下移,最终落在他烟红的唇半。 不禁联想到晕倒前他的举动,我心里的疑问呼之欲出, 对了,宋时宇,你究竟有没有亲我两个字到了嘴边,却怎么都说不出口,脸红得仿佛要爆炸,恨不得把头埋进枕头里。 我第一次觉得,如果宋时宇看不见也挺好的,你希望有还是没有? 嗯,说话,姐姐,宋时宇,嘴角含着松散的笑意,视线炽热,单膝半跪在床前, 微微仰头看着我,性感地猴结滚动,一副予取于求的模样。 如果此时我稍微低一下身子,就可以碰到那片柔软。 宋时宇,一个披着高领之花皮囊的妖精。 七年不见,这男人居然连物种都变了。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打破了暧昧的氛围,也惊醒了差点被美色诱惑的我。 我迅速收回已经俯下去大半的身子,脸颊火辣辣的烫。 宋时宇点了接通键,对面传来小李的声音。 宋总,您一下午没来公司了,嗯,再陪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的,男人顿了一下,对我比了个女朋友的口型。 宋时宇,我被他的口不择言吓到了,起身去夺手机。 不料,男人忽然把手举高,我来不及收力,扯住了他的领口, 随着清晰的撕扯声,几粒扣子崩开滚落在地,露出大片春色。 姐姐别急,这种事情,以后有的是时间,宋时宇慢条丝里拢了拢衣服。 我惊叹于这人的流氓态度,半天没憋出一个字。 小李显然也被吓到了,紧张得有些结巴,有女,女,女生在。 宋总,要不我把今天晚上的会给您推了,不必,我很快回去,面对旁人时。 宋时宇又恢复了平日冷淡持重的语调。 静了两秒,宋时宇正想挂断电话,对面传来一声吐蕃鼠尖叫。 大家听我说,我们宋总,千年老铁树好像要开花了,打着点滴都要加班的工作狂,居然为了一个女孩一下午没来公司。 说真的,我头一次见宋总语气这么宠,而且那个女生听声音特别像陈记者。 哎呀呀呀,我人无了,不是,等等,陈记者是陈念吗?他不是才会回国吗? 哪来的时间认识宋总? 李哥,你确定没听错,不可能错,陈记者祖籍是江南那片的人,声音软,白白净净小小的一只,根部藕猫似的巨可爱。 我印象很深刻,今天在公司门口好多人看到宋总对陈记者公主报,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宋总可是从来不让异性近身的,呜呜呜,宋总可是我男神,陈念那丫头也吃得太好了吧,两人到哪一步了,怎么办,我心都要碎了。 等陈念回公司了,我要找他问问,别瞎传了,宋总和苏婷婷才是郎才女貌青梅竹马呀,陈念就是个普通的实习记者,宋总怎么可能看得上她? 你们怎么听风就是雨,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句,卧槽,李哥,你手机怎么还在通话中,完了,随着一声凄厉地悲鸣,对面挂断了电话,我只起背,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势。 宋总是雨,我们已经分手七年了,姐姐,没人提过分手,我们只是异地了七年,阳光如曝,自窗间洒落,宋总是雨骨节分明地修长手指蒙上一层淡淡的光,连带着那枚劣质的戒指都金贵起来。 当初知晓宋总是雨的真实身份后,我买了半夜的机票,走得很急,为了防止麻烦,直接换了电话卡和微信,好像确实没有正式和宋总是雨谈过分手的事。 可是七年不见,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默认恋爱结束了吧。 宋时雨怕不是故意再整我,以此来报复我当初趁人之威,骗她和我谈恋爱。 好,那我现在提,我们分手吧,你耽误了我整整七年,人生有几个七年,分手费一百万不过分吧。 宋时雨伟音慵懒年连,似羽毛轻浮,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用这么撩人的语气,说出这么气人的话的。 可是宋时雨现在是我和陆可的大老板,为了刚起步的事业,我必须得忍,不能得罪她。 好不容易鼓起的气势又衰退下去,声音都小了不少。 宋总,能不能分期付款,你觉得呢,宋时雨挑了挑眉,拿过我的手机,熟练地解开密码,加了微信。 等我把手机拿回来的时候,发现宋时雨把自己的微信置顶了。 下一秒,对话矿弹出五万二转账。 这是什么?医生说,你长期营养不良。 从今天开始你的一日三餐和我一起吃,不要,员工有权拒绝老板的无理要求,我义正言辞。 宋时雨慢慢悠悠补完了后半句,每吃一顿饭,转账五万二,八万八。 我眼睛一亮,挤出平生最甜美的笑容,抓住她的手臂轻轻摇了摇。 宋时雨静静看着我,一言不发。 完了,刚刚那一瞬间,我忘了她是宋时雨,不是小瞎子。 我心里发毛,正想松开手,她忽然开口,姐姐,你好漂亮,神,什么,宋时雨并没有把目光从我脸上一开。 抱歉,刚刚大脑当机了,有些口不择言,现在思考后,我想说,姐姐,你真的好美。 真嫉妒之前那些能够看到你的人,心跳猝不及防,掷地有声。 为了防止女人有钱,就变坏,取个折中,一顿饭六万六。 宋时雨留下这句话,夺步走出医院。 我用力拍了拍笔猴屁股,还红的脸,警告自己坚决不能恋爱闹。 宋时雨这丝狡猾得很,说不定走的就是又我爱上她后,在狠狠把我甩掉的复仇路线。 必须时刻提防不能落入敌人圈套。 她想演,那我陪她演就是了。 只要不在职场给我和陆壳十半子,一切都好说。 出院后,宋时雨和我都很忙。 唯一见面的机会,就是在总裁办公室一起吃饭。 这也成了我最头疼的事。 本来公司就人多眼杂。 尤其经过那天的电话风波后,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变成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 又一次趁大家都外出吃饭,我准备偷偷溜进办公室找宋时雨,正巧和陆壳在拐角撞上。 念宝,你去哪? 厕所,我胡周了一句。 陆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总裁办公室,露出秘之微笑。 念宝,你去吹吹枕边风,让宋总这周取消加班呗。 他是大神,不知疲惫,我们这些凡人都要累死了。 顺便,再给我美颜几句。 幸好,陆可还不知道当年的小瞎子就是宋时雨。 不然别说让我美颜几句了,他现在一定拉着我双双辞职把家还。 陆可勾了勾手指,凑到我耳边低语。 念宝,宋总这种高优质男性,外面虎视眈眈的女人可多了,大好机会摆在眼前。 你这钥匙不上,老娘看不起你。 对了,忘了你从小到大除了小瞎子以外就没怎么接触过异性。 等姐不忙了,给你当军师。 我,送走了陆可这个活祖宗。 我像个泥丘一样迅速滑进了宋时雨的办公室。 她正在用微波炉热菜。 高大的身影,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围着小猪配齐的围裙,显得有几分滑稽。 姐姐,你们那边回消息违法吗? 啊,我点开微信。 鲜红的九九家,全是宋时雨的消息。 姐姐,菜凉了,怎么还没来吃饭? 转账,五百二十,零零。 姐姐,我哪里惹你不开心了? 离离我。 姐姐,别不离我。 是因为之前在医院,我没有给你看想看的东西吗? 几十张不同角度的腹肌照点剧屁剧,再不过来我生气了。 从现在开始,我不可能再给你发一条消息。 一分钟后,姐姐,你是不是滴血糖饭了? 姐姐,别吓我。 姐姐,你不是,不是又不想要我了。 最新的一条是一分钟前发的。 如果只看消息,好像我和他真的是一对热恋的情侣。 回国后,我一直都猜不透宋时雨到底想要做什么。 就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不知何时会落下来。 吃饭时,我鼓起勇气拿出银行卡,送食雨,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吃饭了。 一百万我凑够了,我们分,话被打断,门外传来同事们的声音。 宋总,我们来交联合材料,我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地转了一圈,在小李他们进来的前一秒,躲进了送食雨桌子底下的空间。 同事们鱼挂而入,小李眼尖,率先注意到不对劲。 宋总,你这怎么有两双筷子,对啊,为什么,宋时雨垂眸,对上我的视线,谋色深得吓人。 好在,我没有煎熬太久。 宋时雨淡淡补充,一个用来加菜,一个用来加肉,我投过去感激的眼神,男人勾了勾唇,伸出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我的头发。 男人指负微凉,我全身向流过一阵电流,忍不住轻轻站立。 汇报过程十分不顺利,策划暗念了不到两页,宋时雨指出了十处问题。 室内一片低气压? 大概是骂得渴了,宋时雨喝了口水。 我趁机拽了拽她的裤腿,比了个口形,腿抹了,宋时雨,今天先到这,你们回去改。 有个同事心直口快,宋总,你今天怎么变这么温柔了,以前都要足足骂我们一个小时,今天这才十分钟。 其他同事陪着笑拽着她,火速离开了。 我正准备出来,办公室又进来一个人,虽然戴着口罩帽子和墨镜,但一眼就能看出是女明星苏婷婷。 这个时候,从桌子底下钻出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咬了咬牙,像安纯一样,又缩了回去,眼前是宋时雨比挺的西装裤。 苏婷婷把一个盒子放在桌上,这是你托我从品牌坊那里拿来的限量版香水。 宋,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女孩,让你这么费尽心思去追,居然还没追上。 我心里一咯噔,宋时雨在追水。 她每天接触最多的异性,不就是我吗? 宋时雨反唇相机,你不也没追上女助理? 苏婷婷笑了两声,眉甲轻轻敲着桌面, 至少我没有被人不声不响抛下七年, 没有为一个人喝酒喝到未出血, 熟酒寒冬差点死在街头, 也没有在明知道对面是空耗的情况下, 依旧不分昼夜地打电话。 更没有把一个价值几毛的戒指当宝贝, 甚至把全程的公交车,出租车上都拉上横幅, 求她回来,嘴上说着, 要恨那个人一辈子,要让她付出代价, 可等那个人一出现,什么绿茶,色诱, 砸钱,各种不入流的手段轮番上阵。 宋,我真后悔曾经向朋友夸赞 你是我见过最理智的人。 等等,苏婷婷说的那个人不会是我吧? 宋时雨揉了揉眉心, 以后我不能再配合你传绯闻了, 给你找了个另外一个合适的人。 不用了,苏婷婷起身, 我已经准备向媒体公布我喜欢女的, 掉粉就掉粉, 大不了退圈回去继承家产, 遵循自己本心才是最重要的, 与其胡乱猜忌, 不如大胆承认, 你说对不对, 藏在桌下的小土豆, 我冷不丁被人点名, 望了上方还有桌面, 激动地抬头, 却没有意料中的疼痛。 宋时雨用手掌 做了我和桌面之间的缓冲肉店。 我探头探脑出来, 苏婷婷已经走到了门口, 嘴里念念有词, 异性练完的真花, 姐姐,你想和我说什么? 宋时雨用完好的手指夹着我拿来的银行卡, 这里面有一百万, 用来支付分手费, 我活动着僵硬的手脚, 颤颤微微回到。 所以, 答应和我一起吃饭, 只是为了筹钱离开我, 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宋时雨单手撑住桌面, 把我还在她和办公桌之间, 因为发力, 衬衫勾勒出漂亮的肌肉线条, 嘴角样出两个浅窝, 再给你一次机会, 分还是不分, 苏婷婷说的都是真的吗? 距离太近, 我不敢直视宋时雨。 是真的? 陈念, 你喜欢我, 但是害怕我只是在报复你, 所有的好都是演戏, 又担心自己越陷越深, 所以急着摆脱我, 对吗? 宋时雨笑得无奈, 懒洋洋把下巴搁在我的颈窝, 姐姐, 你知不知道爱是演不出来的, 这么久了, 你还不相信吗? 我被戳中了心事, 变得更不自然了, 胡说, 我没有喜欢你, 姐姐, 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把我发给你的 每一张私密照都保存下来, 还分类整理好, 有标注早上起床看的, 有深夜看的, 我满脸通红, 不可置信, 宋时雨, 你翻我相册, 昨天吃完饭, 你忘记退出夜面, 我不小心看到的, 我还是有些狐疑, 你说你喜欢我, 那你还是小瞎子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那么抗拒, 宋时雨笑声很低? 撞击着人的耳阔, 姐姐, 那个时候我才刚满石榴, 自然害羞了一点, 而且, 我那时生气是以为你只是缠我身子, 并不真正喜欢我, 也许如果宋时雨没有眼盲, 我当初可以看到少年眼眸下汹涌的爱意, 可如果他没有眼盲, 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和他产生交集, 命运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宋时雨当年十六, 害羞得像个小白兔, 现在二十六了, 活脱脱一个成了惊的老流氓, 我慢慢回过未来, 宋时雨, 你是故意把苏婷婷在饭点约过来吧, 就是为了让我听到你们两个的对话, 是, 老流氓承认得很爽快, 不这样, 怎么打消你的疑虑, 姐姐, 我承认, 我是想过要报复你, 可是, 当你滴血糖晕倒在我眼前时, 我就发现自己压根做不到, 让你产生误会, 一直担惊受怕很抱歉, 但我真的喜欢你, 喜欢得不得了, 姐姐, 别调我, 给个准话, 分不分, 你现在分手要损失一百万, 可如果不分, 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立刻安排人进行财产转让, 宋时雨这是早就把一切算计好了, 压根就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见我犹豫, 男人凑到我耳边下骨, 当然, 人也是你的, 姐姐以后 再也不用在深夜看我的照片了, 宋时雨, 我拍了下她的手臂, 男人委屈巴巴皱着眉, 举起越发红肿的右手, 疼, 没事吧, 我心里涌起浓浓的愧疚感, 有事, 吃不了饭了, 你喂我, 好吧, 百叶窗外人来人往, 每位宋时雨一次, 我都紧张地心跳一下, 一顿饭战战兢兢吃完, 我实在受不了宋时雨过于炽热的眼神, 转移话题, 走吧, 准备开会了, 会议中, 大家都在关心宋时雨的右手, 她一本正经答道, 小猫挠的, 路可看着旁边恨不得把头埋进捉动的我, 亦有所指, 什么猫, 我们见过吗, 宋时雨, 不偶, 我实在没忍住, 表面无波无蓝, 在桌底下轻轻踹了她一脚, 下午的会议结束, 大家陆陆续续往外走, 我发现宋时雨什么也不做, 既不收拾材料, 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眼神直勾勾黏在我身上, 漂亮的眼睛流光溢彩, 姐姐, 我们回家吧, 我亚裔, 才四点, 宋时雨轻描淡写, 今天让他们休息一天, 我隐约感觉宋时雨这个回家不太震惊, 刚想拒绝就听见她悠悠开口, 如果姐姐不跟我回家, 我会很伤心的, 怎么办, 我这人一伤心就想让员工加班开会, 我还没说话, 会议是门外传来异口同声的呼喊, 总裁夫人跟她回家, 喊得最凶的是陆可, 原来他们都没离开, 躲在门口听着, 我呆若木鸡愣在原地, 有的人看着还活着, 其实走了有一会了, 到家后, 我想吃水果, 宋时雨没来得及脱西装外套, 从冰箱拿出车梨子去洗手间洗, 我偷偷打开她刚刚在楼下超市买完东西, 手里拎着的黑袋子, 看清里面是什么后, 我立刻起身往门外走, 刚碰到门把手, 身后传来宋时雨的声音, 姐姐, 去哪儿, 出去透透气, 一会就回来, 宋时雨撇了眼桌上被动过的袋子, 在我刚打开门缝的瞬间走过来关上了门, 慵懒靠在门框, 姐姐, 撒谎的不是好孩子, 当着我的面, 宋时雨慢条丝里脱掉西装外套, 松开领带, 眼眶迅速红了一圈, 姐姐抛弃了我七年, 还想再把我抛下一次吗? 我苍白解释,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男人的眼泪, 女人的兴奋计, 宋时雨一哭, 我感觉全世界好像都欠她的, 鬼使神差被她拉着进了卧室, 姐姐, 你知道吗? 眼睛看不到东西, 其他感官就会变得比平日更加敏感, 所以, 你当时对我的每一次调戏, 都是在挑战我的极限, 我刚犯起一些心疼情绪, 发现宋时雨正用领带缠住我的眼睛, 语气轻柔却不容拒绝, 姐姐不乖, 要补偿我, 七年, 七次, 少一次都不可以, 唇部传来柔软的触感, 肺内的空气越来越稀薄, 外面下起稀稀利利的小雨, 花苞在风中摇晃, 很快, 雨势变大, 磅礴而出, 鸟轻微叫喊着冲进云霄, 直至天明, 何不思青, 这一蓝听风, 满目鲜花着锦, 爱意万事胜龙, 故事二, 当了京圈太子爷三年的金丝雀, 我发现我怀孕了, 手里的报告单上显示我怀孕两个多月, 还没人知道, 我迫不及待想打电话告诉江济周, 手机却突然响起, 闺蜜打来的, 桑桑, 你听说了没, 我一愣, 什么, 你家那位的白月光回国了, 刚下飞机, 太子爷已经赶去接人了, 我待在医院沉默许久, 手里的报告单被我撕了个粉碎, 我给远在国外的人打了个电话, 我愿意出国, 但是我想让你帮我隐藏行踪,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哪, 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 回到我和江济周居住的庄园, 他桀骜不羁, 没人能困住他, 包括我, 但在离开前, 我还想送给他一份礼物, 夜幕降临, 铁打不动十点之前, 回庄园的江济周还没回来, 我迷糊之中睡着了, 半夜, 我闻到一股酒气, 有人将我抱起来, 刚放到床上, 我偷偷拿出领带, 抓住江济周双手, 他唇角的笑意自似, 今天想玩点什么花样, 玩你个大头鬼, 去接白月光了还想玩, 我心里冷笑, 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 我用领带把他的双手举到头顶, 绑起来, 另一端绑到床头柜上, 他动弹不得, 眸光越发灰暗染着郁光, 却没反抗, 梦桑, 这次又有什么新花样, 我轻笑, 放心, 真的很花, 我自己都怕, 他的呼吸更热, 我知道他想到哪去了, 却故意笑着没解释, 我坐在他身上, 一点点解开他的扣子, 露出大片精壮的腹肌, 江济周这人, 平时从不疏于锻炼, 身材在京城都是数一数二的好, 我没忍住摸了两把, 头顶传来他的笑声, 你喜欢这样的, 我任他误解, 点点头, 听见他的呼吸一点点变沉, 我勾起唇角, 突然捏紧他的下巴, 江济周, 你说, 如果我怀孕了会怎么样, 他收起顽劣的笑意, 变得严肃, 眸光一领, 不可能, 你不可能怀孕, 我每次都做了错失, 而且, 我在两个月前已经结扎了, 怎么不可能, 我怀孕刚好三个月, 但江家怎么可能同意他劫杂, 心里那点慌张很快被我压下去, 我继续引诱他, 勾得他五迷三道的, 突然, 他脸色诈变, 看向我, 那杯水里你下药了, 当然, 我了解他, 即便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但只要他还没腻, 我就绝对走不掉, 我妈安排了人, 只要我能把江济粥搞定, 一出去就有人能接上我, 所以, 我刚刚亲自为他喝的那杯水里, 放了安眠药, 我一巴掌拍他腹肌上, 嘴里骂骂咧咧, 江济粥你个浑蛋, 这么喜欢你那白月光, 最好一辈子都跟他在一起, 他咬牙切齿, 梦桑, 别让我抓到你, 我笑了, 你当然抓不到我了, 马上我就要出国了, 勾得他添雷动的火, 然后跑路, 这就是我的计划, 他前脚刚昏过去, 后脚我就揣着在桃枝夭夭, 父母双亡后, 我艰难将自己养大, 但是前段时间突然有个女人给我打电话, 她说她是我的亲生母亲, 还说我当初跑丢了, 现在的父母是我的养父母, 她现在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 找到我后在电话里哭得不能自已, 甚至多次要让我出国跟她生活, 但我都拒绝了, 我喜欢江济周, 即便她只把我当个可有可无的金丝雀, 我也认了, 因为是我擅自喜欢她, 可现在, 她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曾经在她的日记本里看见漫天的幼幼, 而她的白月光, 名字里就带个幼, 一开始, 我家里穷, 为了赚钱, 我答应假扮江济周的女朋友, 后来, 她不想让家里催, 这个假装就一直继续下去, 直到我发现, 其实我早就喜欢上了她, 一次最久, 我们跨过红线, 成了她名副其实的金丝雀, 我走了正好, 她这人惯会伪装, 不像表面上这么浪荡, 她也不喜欢委屈自己, 既然她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没必要等着郑主找上门赶我走, 但我不能直接走, 她敢去接白月光, 我也得恶心她一下, 我给她留了信息, 江济周, 其实我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我都不敢想象, 太子爷醒来后, 发现被耍了, 又看到这封信, 脸上是怎样的表情, 我的亲生母亲在国外很富有, 在我过去后, 二话不说, 直接把资产全转移给我了, 她说, 这辈子欠我太多, 害我前半生吃了这么多苦, 我跟她说, 打算生下孩子时, 她沉默许久, 也同意了我的决定, 团团生下来后, 就是我们的团宠, 可爱嘴巴又甜, 好多老外夸赞, 我以为我已经忘了江济周, 也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国, 但是四年后, 国内突然传来铺天盖地的新闻, 京圈太子爷病逝, 配图是江济周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脸色惨白, 女儿团团盯着手机, 软诺问道, 妈妈, 这个叔叔跟团团长得好像呀, 他生病了吗? 为什么躺在病床上? 我嗓音尖色, 团团, 这是你爸爸, 目光却落到床头边。 那个眼熟的钥匙扣, 是一只怕恰狗, 上面还有我的唇印。 与此同时, 我看到前不久的娱乐新闻。 出国之后, 我刻意不去看国内的消息, 不想看江济周在我走之后, 光明正大地跟他的白月光在一起。 此刻, 我却看到一个月前的热搜和新闻, 梁又涵与商界新贵订婚, 他没跟江济周在一起。 怎么回事? 我声音一抖, 漠然红了眼, 我们回国, 立刻。 团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紧紧抓着我的衣服。 我带他换了他最好看的衣服, 想在江济周的葬礼上, 让他见见他的女儿。 回国后, 我不敢到处走。 在江济周身边待了三年, 京城的每个角落里, 好像都有我们相处的痕迹。 团团察觉到我的不开心, 声音软软的, 双手捧着我的脸。 妈妈,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爸爸, 团团也不要他, 好不好? 你不要哭, 他还不知道江济周已经死了的事情。 他只知道我在哭, 想安慰我。 我带着哭音回, 好, 到了葬礼的那天。 江家人在殡仪馆设置了灵堂, 他们不知道我回国的消息。 就算知道, 我跟江济周不明不白的关系, 他们也不会邀请我来参加他的葬礼。 所以我偷偷来, 躲在墙后不敢靠近。 团团很乖, 没有说话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眼睛红了红, 妈妈。 叔叔看起来这么年轻, 他走了他的爸爸妈妈, 怎么办? 我眼睛也红了。 葬礼上来了很多人, 大多数都是我以前见过的。 灵堂正中间是一幅棺材, 江济周的尸体就放在里面, 不久后就会送去火化。 我眼尖地看到梁又涵和他的未婚夫, 江济周的葬礼上, 他甚至没有哭。 我看到他们垂着的手勾在一起, 他的未婚夫突然俯身, 轻咬他的耳垂。 梁又涵的脸瞬间通红, 他们就在江济周的棺材前调情。 我钻紧手, 没忍住落了泪。 我想等人少点后再过去, 祭奠江济周。 突然有个男人走过来, 他递给我一张纸, 朝我笑了笑, 你也是江济周生前的朋友吗?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注意他的长相。 一道熟悉的嗓音如惊雷响起, 要不是为了骗老婆回来, 这棺材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 呜呜老婆, 我的老婆, 哪个浑蛋让你怀孕了, 管你谁的仔, 我的葬礼上就是我的。 我女儿真可爱, 混蛋, 我只是假死, 不是真死了。 谁让你冲我老婆笑的, 我现在就诈尸给你们看, 谁, 谁在说话? 我猛然意识到这是江济周的声音, 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我听到她的心声了, 那声音催命似的响个不停, 我老婆横看树看都好看, 她干嘛看我的棺材? 难不成真迷上我了, 梁又涵也真是的, 干嘛非得跟那男人来我葬礼上秀恩爱, 我跟我老婆还没恩爱上, 把你们拖出去, 死刑反复执行, 我没忍住笑出声。 她又说, 我敌老婆笑起来好看, 就算是拉屎也好看, 啊, 我立马黑了脸。 目光直勾勾盯着灵堂正中间的棺材, 江济周就在里面, 而且她还是故意引我过来, 甚至知道梁又涵跟别的男人亲密都没生气的迹象。 我牵着团团的手转身正想走, 那个男人的眸光灰暗, 抓住我的手腕, 你看起来情绪不太好, 我能帮忙吗? 江济周摸摸哭了两声, 我滴宝, 你别走, 我现在就诈尸, 你个混蛋。 滚, 不准动我低宝, 砰的一声, 灵堂上的棺材板被扔到地面上, 所有人都看过去, 大家似乎都知道她假死的事情, 但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跳出来了。 她的目光冷冷投来, 心里却是, 老婆, 看我结实的公二头鸡, 看我的锁骨, 还有我的八块腹鸡, 她扬声道, 都散了吧, 人已经活了, 梁又涵抛给我一个别有深意的眼神, 跟她的未婚夫手牵手赶紧离开了。 大家一晤而散, 几年不见, 江济周幼稚的何止一点? 团团童言无忌, 叔叔好像奥特曼里的怪兽哦。 他就这样健健康康, 闷骚十足地出现在我面前, 没有生病也没有死。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漠然红了眼眶。 下一秒, 江济周冲了过来, 混蛋, 你刚刚是不是对幼幼动手动脚了? 我的哭意戛然而止。 注意力全在她的称呼上。 我抱着团团匆忙逃离现场, 脑子很乱。 跑了一段距离后, 我才把团团放下来。 团团望着我微红的眼, 抓着我的衣角, 闷闷道, 妈妈, 你不喜欢这个叔叔, 我们就不要他了。 其实, 我也没有很想要爸爸了, 而且还是做出怪兽动作的爸爸。 我没忍住, 扑斥一笑。 谁是怪兽, 再怎么说, 我也得是奥特曼里的奥特曼吧。 我回头, 看到墙角猛地缩回去的人影, 盯着看了两秒。 老婆连我的蛛丝马迹都能发现, 她也太爱我了吧。 老婆贴贴, 我说怎么天晴了, 原来是被你整无语了。 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当初耍了她之后, 她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更粘人了。 但是, 又又是谁我一定要搞清楚。 我现在还不敢面对江济州, 带着团团赶紧回酒店。 脑海里满是她的乌叶声, 我滴老婆不要我了, 我脚步一乱, 走得更快。 却没想到, 当晚, 江济州又摸上门来, 冷着脸, 周围的气息也很冷。 在我出门, 路过楼梯间时, 一双手将我拉入黑暗, 她整个人轻身而上, 一手捏着我的下额, 另一只手落在我的腰间, 寸寸收紧。 我听不见她的心声, 只听见她的语气阴厉, 梦桑, 你还敢回来, 现在才是我熟悉的那个江济州。 我眸光一颤, 她的大掌滚烫, 紧紧箍住我的腰。 我动弹不得, 只好抬眸, 为什么不敢? 我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我老婆不关心我呜呜呜, 我现在就用豆腐撞死, 拿面条上吊, 世上只有老婆好, 没老婆的男人像根草, 我只见微颤。 下一秒, 我就收到了一条信息, 是江济州的助理发来的, 孟小姐, 江总不见了。 她现在患有人格分裂, 白天和夜晚是两个极端, 我怕她找上你会伤害你。 我抬眸望了一眼, 满脸凶向的江济州。 她心里的声音又传来, 轻塌轻塌, 把她嘴亲烂。 看她以后还敢不敢乱跑, 呵呵, 确实是两个极端。 白天克制, 晚上让人格分裂背锅, 毫不克制。 我收了手机, 默默盯着她的唇, 不受控地凑上去亲。 她突然正住, 随即眸中爆发出玉色, 突然发了狠地将我抵在门上。 她的呼吸落在我的耳后, 我心肩一紧, 与她接触的皮肤阵阵发麻。 她终于提及当年我耍她的事, 说, 孟桑, 敢耍我, 你还是第一个。 当年你那条信息让我爸差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妈当初哭着闹着要跟我爸离婚, 后来我搞来了你的DNA, 测了之后, 我爸才洗脱嫌疑, 我会让你知道耍我的代价, 我一阵心虚。 我也没想到能闹这么大, 还不等我愧疚完, 她低头, 有着时间愧疚, 不如让我多亲, 两下来赎罪, 热切地稳落下来。 好软好软, 老婆贴贴, 陈文肯定已经把信息发给她看了, 人格分裂, 还拿不下你。 再不行下次, 我就说我失忆了, 我刚有些动容, 却清晰听见她动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又又, 仿佛一桶冷水浇下来。 我浑身冰冷, 大脑冷静, 推开她, 将济粥不解。 门外突然响起团团的声音, 干妈, 我妈妈去哪了? 怎么还没回来啊? 闺蜜, 可能还没上来呢, 我们去迎接你妈妈, 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经过走廊。 电梯还在前面, 团团的声音稚嫩可爱, 我妈妈会不会走丢了呀? 闺蜜摸摸她的脑袋, 另一只手摸出手机。 我压低呼吸, 生怕门外她俩一个出其不意走进来。 我还被江济粥压在门上, 两人离得很近, 呼吸交织, 她的目光灼热。 我许久不见她, 但是身体反应骗不了人。 我真的想她, 可也是真的心存芥蒂, 我并不大方。 如果她真是一边对凉, 又含念念不忘, 一边又舍不得我, 我绝不会回头。 闺蜜和团团经过楼梯间的门时, 脚步微顿, 我心头一紧, 江济粥的闻猛然落下, 我瞪大眼睛, 心又慌又乱。 亲吻见细, 我还听见江济粥饶有兴致的笑声, 梦桑, 不觉得很刺激吗? 在你闺蜜和你女儿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挣扎了一瞬, 她是直抵着唇, 你也不想让她们发现, 我们在楼梯间里吧? 我不知道她到底看了多少乱七八糟的片子, 学这么多, 还都用我身上。 陈文说, 现在小姑娘不喜欢乖巧的就喜欢霸道的, 我够不够霸道? 嗯, 说话, 闺蜜已经走过了楼梯间, 继续往前走去, 我的心刚落下, 舒然, 楼梯间里响起悠扬的电话铃声, 我手忙脚乱赶紧挂掉电话, 将冀州扫了我手机一眼, 在我闺蜜步步靠近的脚步声里, 舒然将我困在角落里, 她高大的身子完全覆盖住我, 然后低下头, 继续做刚刚的事, 好不好, 虽是在询问, 但她人已经压下来, 堵住了我所有回答。 这样一声, 门被人推开, 只看了一眼, 又匆匆离场, 等我红着脸红着唇回到酒店时, 我闺蜜坐在沙发上, 挑眉看向我, 可以呀桑桑, 亲了一个小时啊, 原来她知道, 团团从房间里探出脑袋, 跟副毒鸡一样, 可以呀妈妈, 亲了一个小时啊, 我的脸通红, 脑海中想起 江济周离开前的最后一句话, 她说, 你离开后, 我就给自己设了个目标, 回来后, 要亲你十次, 剩下的九次我, 随时索取回来, 心里又说, 老婆快看, 我是不是很霸道, 这不得把你迷死, 谢谢, 没迷死, 吓死了, 没想到下次见面这么快, 我出门赴约时, 刚走到餐厅门口, 下一秒就被一只手拉到一旁, 江济周, 团团到底是谁的孩子, 我以为她知道团团是她的孩子的事情, 沉默许久, 刚开口, 团团其实是, 身后响起男人温厚的声音, 团团是我的孩子, 我和江济周纷纷看过去, 男人朝我们笑得温和, 是顾影深, 他到跟前, 江总, 有什么事吗, 江济周在心里崩溃, 我在床上哭了四个小时, 崩溃了十六次, 撞了一百三十四次墙, 扇了自己七十九个巴掌, 刚刚才发现, 我的老婆被绿剑盯上了, 我顿时又崩溃了,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那个东西怎么敢抢我老婆的呀, 面上冷着脸, 气压很低, 我赶紧把顾影深拉到一边, 担心江济周情绪出现什么问题, 你怎么骗她, 顾影深谋色暗淡了一瞬, 很快弯唇说道, 你难道不想看看? 江济周对你的喜欢到底到了哪种程度吗? 我沉默, 那边想起江济周尖锐的报名声, 你以为我还会在乎你们俩这么亲密吗? 我在大润发杀了十年的鱼, 我以为我的心早已跟我的刀一样冷了, 可是当我看见这个绿剑, 眼泪如黄果树瀑布般飞流直下, 划过我的脸庞, 打湿了我的人字拖, 脚趾都变得酸涩, 只想说, 你T&B离我老婆远点, 她都这样了, 还只是紧张地看着我们的背影, 不敢上前, 她怕我讨厌她, 抗拒她, 我扑哧一笑, 眼里还有连我自己都没发现的柔情, 不用了, 我不想靠着欺骗和刺激她来得知我想要的答案, 顾颖深笑了笑, 我希望你们能解除误会, 希望你能幸福, 看来这次我们也不需要再交谈,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请收下吧, 她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最后克制地拍拍我的肩膀, 转身离开, 背影萧瑟, 她是我的大学学长, 这么久, 我第一次见她的背影这样, 再一转身, 我看到江济周刺个大牙傻笑, 算了, 她的形象破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淡淡道, 团团不是她的孩子, 团团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仅此而已, 我想, 我们之间毫无芥蒂时, 我就把团团是她的孩子告诉她, 只是没想到, 江济周泰迫不及待了, 她出车祸了, 医院给我打完电话后, 我心跳剧烈, 来不及套上外套, 就冲到医院, 到地方我发现, 病房里早就有人了, 都是我认识的, 还有一个就是梁又涵, 我停住脚步, 望向病床上的江济周, 她的脑袋上打了厚厚的绷带, 眼神呆滞迟缓, 还有很深的迷茫, 她看向四周, 问, 你们是谁, 江济周失忆了, 装得连梁又寒都不认识了, 我没想到, 她这么快就开始装失忆, 很快, 她的目光头像站在门口的我, 醋梅, 他们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还说我有个女朋友, 是你吗? 我一愣, 我, 她的声音很是不解,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们我都没印象, 但是你出现的那瞬间, 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应该认识你, 而且还喜欢你, 呜呜呜, 为爱标演技, 老婆快看, 我是不是做老公的不二人选, 陈文说的果然没错, 感觉感情到了瓶颈就应该搞点刺激的, 失忆是不是非常刺激, 这很偶像剧, 我冷笑一声, 不是, 我就是路过的, 你不喜欢我, 你喜欢的应该是你病床前面的那位, 说完, 我转身就要走, 他猛然惊醒般叫住我, 不可能, 我又不喜欢梁又寒, 我回头, 好整以暇地看着他, 哦, 现在不装失忆了, 大家都觉得他们演技挺好, 怎么我看了两眼, 就看出来是装的了, 因为江济周的心声实在是太吵了, 定房内所有人面面相去了一眼, 朝我善笑, 争着抢着说是他们的点子, 江济周去了我一眼, 明显发现我的脸色不对劲, 赶紧摆手让其他人都先出去, 梁又寒经过我身边时, 朝我笑了一声, 他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我跟江济周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我不喜欢幼稚的, 我看过去, 他已经走出病房, 江济周叫住我, 你别走, 你走了, 我就真的找不到你了, 他的眼眶微红, 别开眼, 那一瞬落了泪, 我看向他, 微愣, 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没说话, 心里却一五一时都说了出来, 你妈妈说, 我只能在国内追你, 让你对我回心转意, 如果你走了, 我就永远不能再接近你, 我妈怎么会跟江济周认识, 他讨厌江济周, 这确实会像他会说的, 只是这一切我都不知情, 我的心看到他微红的眼眶, 莫名一紧, 鼻尖也跟着一酸, 我以为我已经放下江济周了, 至少不会因为他有情绪波动, 但回来之后, 我才发现我大错特错, 我的喜欢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少, 所以我也想问清楚, 我到底该不该继续喜欢他, 江济周, 你喜欢幼幼还是喜欢我, 他喊了这么多次幼幼, 睡梦中或者是醉酒后, 他的心声又明明说不喜欢梁又寒, 可我清楚, 又又不该是我, 因为前几年, 有次江济周最梦中喊了一声, 又又, 紧接着又说, 我喜欢了你十年, 你也喜欢喜欢我吧, 我从没见过这样脆弱的江济周, 心里寸寸发凉, 因为我们总共认识不到十年, 跟他认识这么久的, 也就只有梁又寒了, 江济周钻紧手, 脸颊漠然浮现一抹飞红, 又又, 是你, 一直都是你, 没有别人, 我喜欢了你十年, 他这人, 最不善于表达情意, 羞红了眼, 还是一字一句把话说完, 他望向我, 所以, 你当初是因为觉得又又是梁又寒, 我点头, 他的名字里有个又字, 你身边除了他没有叫又又的, 谁说的, 他名字里有一个又, 但你名字里有三个又, 大家都叫你桑桑, 我不想跟他们的待遇一样, 只有我叫你又又的话, 是不是很特别, 我现在甚至听不到他的心声, 他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不需要在心里说什么, 只是他看起来很紧张, 紧张到我以为在谈几百亿的大项目, 我突然打去问道, 你既然这么喜欢我, 那为什么当初我出国后, 你没来找过我, 他们闷到, 找了, 快找疯了, 我才知道, 我离开后, 他气得要发疯, 用尽一切办法要找到我, 他以为我只是恶作剧, 却没想到我真的一走了之, 再也不回来, 他真的找我找疯了, 江家和他的朋友都在劝他, 最后大家一起打听我的消息, 才知道原来我出国了, 而且这辈子都不会回来, 他越发沉默, 直到有一次, 他偷偷瞒着所有人独自坐飞机到我家附近, 我每天做什么他都一清二楚, 那段时间, 我还说总感觉有人跟着我, 每两天那种感觉就消失了, 很奇怪, 以江济周的性子来看, 他如果找到, 我了非得咬牙切齿, 压着我反复亲, 但那段时间, 他只是跟在我身后, 甚至从没让我发现他来过, 没多久我就知道原因了, 我妈打来电话, 桑桑, 在国内还习惯吗? 我笑着说, 习惯, 我在这边过得挺好的, 那你还想留在国内吗? 我也想团团了, 我回头看向病床上, 失魂落魄地望着我的江济周, 察觉到我的视线, 他扯了扯唇角露出一个笑, 我犹豫不决, 我妈听出来了, 怎么? 江济周没做到你满意, 什么意思? 他没跟你说吗? 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妈叹了口气, 我还以为江济周肯定一早就跟你说, 当初我找过他的事。 我还怕你怨我当初没让你们见面, 原来, 当初我妈发现了一直跟着我的江济周。 他找上门, 语气严肃警告他, 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让他不要继续打扰我。 但他说, 桑桑下次回国就是你的机会, 江济周嗓音微颤, 如果他不再回国了呢, 说明你对他来说无足挂齿, 你们也不需要再有任何接触, 就这样, 江济周在国内等了三年, 却没有我回国的消息, 直到前段时间, 梁又涵给他出招, 让他假死。 如果我回来, 那就代表我们还有机会, 我确实如他所愿, 回来了。 我走进病房, 江济周的神情越发坠坠不安, 他怕我再次像四年前那样, 一声不吭地走了, 可这次, 我冲上前扑进他怀里, 他撕了一声, 我才发现他的胸口还有绷带, 甚至还沾了血。 我的嗓音还带着点枯意, 你怎么伪装得这么全面呢? 他笑着柔柔胸口, 这是真的, 昨天我真出车祸了, 我连忙退出他的怀抱, 江济周, 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他默默在我身后 做了多少事。 他说, 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 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喜欢就是这样, 可我对你好像比喜欢还多一点, 他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似乎要看出我说谎的证据, 又忽然扣紧我的后颈, 将我压向他, 猛烈地亲上来,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 我担忧到, 别弄到你伤口了, 他又吻过来, 唇齿间呢喃, 还欠我九次吻呢, 刚刚不是亲过一次了, 那不算, 那是你勾引我的, 这次是我真的想亲, 很快沦陷。 等他出院的那天, 我来接他, 他身边没人我还奇怪, 他说, 我没让他们过来, 他们那群电灯炮来了, 就会打扰我们, 我才惊觉。 他那次出车祸后, 竟然真的没再听到他的心声了。 当时事情很多, 我没意识到, 他捏捏我的脸, 怎么魂不守舍的, 我摇摇头。 等坐上车, 他一直粘着我, 没一会, 他偷偷扣住我的手。 司机没发现, 他压低声音, 上次, 我听到了你跟陆景深的对话, 我想说的是, 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 我对你的喜欢, 因为那不是喜欢, 那是爱, 我从不觉得我的爱经受不住考验, 只是你要相信我, 不要再一声不吭地跑到国外去, 我的心难得不像话。 眼眶也在发酸发热, 我向他靠近, 捧着他的脸, 不会再跑了, 以后我们都不要隐瞒彼此, 好不好, 我亲他的唇一下。 他愣了, 我又亲了一下, 问, 好不好, 他抓住我的手, 哑声道, 好。 我却越发觉得愧疚, 当初就这么一走了之, 我们之间还能有后续, 全靠着江济州。 你当时是不是很生气, 我耍了你还一走了之, 那肯定生气, 某人出国前这么耍了我, 竟然连个吻都不给我, 我扶着他的小臂, 现在给, 也一样的吧, 我低头, 无度索吻。 最后, 我故意说, 是不是就剩五次了, 江济州咬牙切齿, 不算, 这不算, 我笑得两眼弯弯, 以后可以随时亲, 他眼睛一亮, 又亲了上来, 半晌, 我才想着逗逗他, 其实, 我也有一件隐瞒你的事情没说, 什么, 我刚回来的时候, 能听见你的心声, 他慌了, 什么时候, 就你躺棺材里的时候, 你还说要榨湿了, 他的脸疼得一下全红, 像只熟透的小虾米, 还, 还有什么, 我故意拖着声音, 还有啊, 那次你装作人格分裂来找我, 故意让陈文给我发信息, 还问你够不够霸道, 我忍着笑, 确实够霸道, 又又, 江济州恼羞成怒, 差点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我怕团团的接受能力差, 所以这几天, 一直有意无意问他, 他想不想要个爸爸, 终于, 第三天的时候, 团团不解地睁圆了眼睛, 妈妈, 你为什么还不带爸爸回来, 我, 干妈说, 你跟我爸爸以前感情不合, 所以分开了, 现在你们消除了误会, 但是我还没看见你把爸爸带回来, 我善善一笑, 刚想说些什么, 团团又问, 妈妈, 你喜欢这个爸爸吗? 他对你好不好呀? 如果他欺负你的话, 团团绝对不认他, 他愤慨激昂, 攥紧了小手, 脸蛋绷紧了, 还软嘟嘟的,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我抱着他, 他对我很好, 但是他对你好不好更重要, 如果他对你不好, 妈妈也不认他, 他也抱着我, 软乎乎地亲亲我的脸, 远在公司处理事务的江济周 莫名打了个喷嚏, 有人骂他, 江济周让我搬回之前住的那个庄园, 那个庄园非常大, 我妈在国外的大庄园跟这个比 还稍稍逊色了一点, 江济周把我领到我以前住的卧室里, 跟我说, 他这几年在我卧室处理公司的事务, 在这里睡觉, 仿佛我还没离开, 我愁愁两秒, 缓缓道, 其实, 团团是你的孩子, 江济周眼神平静, 我就说这孩子这么可爱, 除了咱俩的基因, 还有谁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 他表面上极其镇定, 我这才放下心来, 不知道以后团团跟江济周 能不能好好相处, 我在房间里看了看, 发现房间的摆设完全没变, 跟我离开前一样, 甚至还能看出有人生活的痕迹, 这四年来, 江济周一直都在我的房间里居住, 我内心一阵感动, 回过头才发现, 江济周已经出门了, 我赶紧打开门, 出去转头, 就看见江济周躲在墙边泪流满面, 单手捂着脸, 哭得不能自已, 呜呜呜我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就算团团不是我的孩子, 我也想跟你一起将他好好养大, 他竟然是我的孩子, 呦呦, 你受苦了, 我一时之间哭笑不得, 男子汉大屁股, 怎么说哭就哭, 很快, 江济周整理好了情绪, 笑得满面春光, 拿出手机一个个打电话, 累老李啊, 让我出去喝酒, 不喝了, 借了, 我要在家陪我女儿, 对, 七生的, 梁又涵啊, 你怎么知道我有女儿了, 你未婚夫连个女儿都给不了你, 分, 老秦啊, 你家里不是催生吗, 可惜了, 以后你爸妈催得更紧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个又乖又可爱的女儿, 哈哈哈哈哈哈, 顾影深啊, 哎,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打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女儿, 贼可爱, 你够了, 江济周跟我告白了, 他说初中的时候对我有好感, 没见过比我更努力的, 还在天台上看到我在背书, 他就一直在墙后听我的背书声玩手机, 后来高中一个学校, 他更加关注我, 我最困难时, 就是靠着他给我的钱度过的, 那钱是他让我伪装他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后, 我带着团团来庄园玩, 难得看见江父江母都来了, 江母抹着泪, 桑桑, 以后别跑了, 就在国内, 你想跟冀州去哪都可以, 这就是团团吧, 真可爱, 以后你们就住回来吧, 你们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谈了几年了, 如果什么时候想结婚了, 我们都帮着你们弄, 不让你们操心, 谈了几年, 可我跟江济州才刚刚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啊, 江济州扯了扯我的衣袖, 我赶紧先硬下来, 等人走后, 我双手还胸, 说吧, 这次又瞒了我什么, 江济州别开眼, 很不自在, 他说, 从一开始你就不是我的金丝雀, 我对外一直说的是我们在热恋中, 我猛然愣住, 原来, 从一开始, 江济州跟家里介绍我, 就说我是他的女朋友, 他胆子小, 觉得你们都会阻拦我们, 所以我现在让他伪装成我的女友, 我想有一天, 能好好跟他表白, 光明正大把他带回来, 给你们看看, 你们不要吓到他, 我从初中就喜欢他了, 之前你们说我年纪小不懂事, 现在过去这么久, 我想说, 我还是喜欢他, 非他不可, 后来, 我亲妈找到我后, 得知我给江济州当金丝雀气炸了, 当时非要带我出国, 但我说的是, 我喜欢现在的状态, 我妈问我, 你喜欢他吗? 我吻了一声, 非他不可, 不久后, 娱乐新闻头条, 京圈太子爷喜结良缘, 网友一头雾水, 不对啊, 京圈太子爷不是死了吗? 。